三位一体的工作合力 对打赢疫情防控战至关重要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7号 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云丁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经核酸检测是新增8628宗的确诊 阳性承报平台则是收到13022宗的有效承报 核供是21650宗的确诊 另外再多202名新冠病毒阳性患者离世 再来看两条简讯 由中央援建的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 今天完工交付特区政府使用 这是由中央援建完成的第五个方舱医院项目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上午试查实表示 设施将提供550间的房间合共1600个床位 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面积将用作长者暂托中心 预计在4月投入服务 而一般隔离设施今天起就会开始接收确诊人士 警方近日接到线报称 有诊所在没有看诊和检视医疗记录的情况下 按求诊者的要求开出医疗豁免证明书 用于疫苗通行证 警方星期二派员乔装成顾客 表明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 只想获取豁免证明 付款之后诊所没有安排医生看诊 而是直接发出证明书 警方随即以串谋伪造文书 拘捕诊所一名护士 并在屯门拘捕诊所女负责人 据了解该诊所唯一的医生 去年6月已经离开香港 警方估计上月至今 诊所一共发出了数百张的豁免证明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继续主持高层记者会 针对有网上传言指 3月26号将进行全民检测 林郑月娥否认并表示 计划的详情将会在下周一的记者会上交代 她又说社交平台每天都会有大量评论 揣测和谣言 她的回应是不要看 不要听 不要信 而疫情以来 她从不同层面感受到市民对抗疫措施的容忍度下降 在3月20号至23号左右会有进一步的资讯更新 治疗方面将以老年患者为优先人群 此外 分流分层治疗也是政府的政策之一 可以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适切照顾 对于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连同另外两名港大学者在报章撰文表示 如果疫苗接种率超过95% 就可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林郑月娥表示 不是疫苗接种到某个程度 就可以放弃社交距离措施 疫苗接种率要达到95%还很漫长 但一定会继续推高接种率 下个目标是将第二针接种率 由目前的81%推高到90%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生则在记者会上指出 自医管局11,000张病床 专座照顾新冠病人 伊丽莎博医院转座定点医院之后 确诊者需等候入院的情况大幅改善 从最高峰超过1800名患者等候 降低到现在约600人 高拔生又表示 很高兴昨天再有一批内地医护人员来港协助 希望能够协助到入院的长者 内地医护人员目前会在亚博馆 与医管局员工一起照顾病人 香港的疫情一直牵动着中央的心 准确理解中央一系列提示 形成中央支持特区政府主责 爱国爱港力量参与的三位一体工作合力 对于打赢疫情防控战役至关重要 尽管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工作力度非常之大 但始终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 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 和发挥特区政府抗疫主体责任结合起来 既不缺位也不越阻代跑 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 韩正副总理 夏宝龙副主席等中央领导 在谈到香港抗疫问题时 使用最高频的词就是 支持特区政府履行主体责任 中央领导之所以高度重视 反复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一方面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要求 特区政府作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主体 必须担负起责任 另一方面也是抗疫工作有效进行的实际需要 香港是抗疫工作的主战场第一线 而且香港与内地在医疗体系 社会管理上有着巨大差异 这都要求特区政府必须承担属地责任 对本地的抗疫工作负总责 香港社会素有相互关爱 守望相助的慈善传统 拥有众多的社会福利机构 和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 具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的良好基础 越来越多爱国爱港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抗疫工作中 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狮子山精神 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到抗击非典疫情 再到处置修理风波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的一次次重大事变告诉我们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 越是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越是攻坚克难 越是要充分用好中央支援 增强特区政府效能 调动广大爱国爱港力量 有祖国内地做坚强后盾 香港社会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保卫战 必将为在新形势下 把香港发展好建设好 留下弥足珍贵的新经验 书写令人称道的新篇章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